歷史上佛教進入西藏以後 從歷史上來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一個叫做前宏時期 一個叫後宏時期 前宏時期也可以叫做前義 前後的前 翻譯的義 後宏時期也有翻譯成新義 新舊的新 翻譯的義 總而言之 這兩個時代是以什麼來做為分界線的呢 就是以吐蕃王朝的最後一代國王 朗達馬王 因為他在位的時候 曾經毀滅佛教 所以在他滅佛運動之前的稱之為前宏期 滅佛之後 再從印度引擎阿底峽尊者等高僧大德過來 重新將佛法弘揚恢復的這個後面的部分 我們就稱之為後宏期 也可以前面稱之為前義 後面稱之為新義 這個也是另外一種稱呼啦 那首先我們要介紹就是前宏期 前面弘揚的那個時期 吐蕃王朝的第一代國王 叫做尼茨戰普 大概是公元前530多年左右吧 我覺得說是539年 反正具體不是那麼準確 但是和釋迦牟尼佛和孔子大概是同一個時代的 迄今為止大概有2500多年左右的歷史吧 那個時候西藏所建造的第一座宮殿 稱之為雍布拉康 現在在西藏那個地方還在 應該後來有復健 有恢復的 如果去旅遊的話可以看到要雍布拉康的這個地方 但是它和佛教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實際上它和佛教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因為這個時候的佛教還沒有傳入西藏來 那麼等到什麼時候開始和佛教有關係呢 到了吐蕃王朝的第27代國王吧 叫做這個托托日年戰 這個時候才開始有佛教傳入西藏 所以這邊要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所謂的傳入西藏 佛教傳入西藏 只是說有一些佛經被人帶到西藏 但那個時候還沒有去弘揚 只是有一個你可以說是一個緣起物 或者說有這麼一個東西 一個佛經而已 而且那些佛經也都還沒有翻譯成藏文 因為這個時候的佛時期 這個佛經僅僅是印度泛文的佛經 不過相較於之前來說 完全一點佛經都沒有 一點佛法都沒有來講的話 這個已經算是一個緣起一個開頭一個開始了 有佛教的經書啊 有佛教的法器啊等等一些聖物吧 那不過這個時候呢沒有什麼能看得懂 也沒有佛教的思想 沒有佛教的修行方式 佛教的見地等等一切都沒有 所以從真正意義上來說呢 其實佛法也還沒有真的進入西藏 那麼真正意義上的傳入西藏是什麼時候呢 大約是在公元五百年左右的時候了 當然這個時間點的佛教學者和歷史學家們 是有一點分歧的 有的人認為是公元大概三百多年的時候 兩個時間左右大概有長距一百六十年左右的時間 但不管怎麼樣啦 總而言之那個時候就是在松戰幹部的時代 松戰幹部的那個時代一開始的時候 實際上並沒有像現在這樣統一使用的文字 沒有一種很通用的藏文 雖然那個時候也有一種文字 當時的一種你可以叫做土著的一種文字吧 可是那種文字呢並不是很多人都看得懂 它使用範圍非常的小 民間大多數人都不會使用的 所以呢西藏的佛經還沒有開始翻譯之前 也有不少這個本教的經論 他們的典籍是用這種文字去記錄的 直到松戰幹部的時代 才開始創造了現在的藏文 那麼現在的藏文他們是怎麼樣演化而來的 怎麼樣創造而來的 實際上跟我們的這個日文啊 是從漢文中演變過去的 像有些人去過日本就聽說這個 你在日本不會講日文沒關係 你會看得懂很多的日文的字 因為它有很多的 我忘記是片甲名還是平甲名的 反正很多字呢是汲取當時的唐朝的漢字去演化的 所以呢字的形是很類似的 同樣的意思 藏文它也是擷取了當時印度的幾多文字 當時那個時候的印度 還沒有形成現在的梵文 在很多現在的大學裡面所叫的梵文 其實是幾多文字以後慢慢演變出來的 那麼幾多文字在大概是公元七世紀左右的時候 那個時候印度幾多王朝所通用的文字 那麼當時聖誕幹部呢 他就派遣了這個土波王朝的這個大臣 Tumasambusa 還有很多的一些學者到了印度去 然後呢以幾多文字 當時印度這個幾多王朝的文字為藍本 所創立出來的這個文字 從那個好像是30多個這個叫字母當中 去掉幾個再增加上幾個 形成現在的藏文30個字母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世界上的語言一般就統稱 通分來說的話就是分成兩大類 一類就是象形文字 像我們中文或者是什麼 甲骨文或者是現在這個日文等等這種 它不是用拼讀的 它是有形狀形象去要記憶型跟音的 另外一種就是拼讀文字了 像英文啊藏文啊這種 就是說你只要掌握了正確的拼讀的方法 你就全部都可以唸 我當時學藏文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之前在惠森舞蹈裡面也講過 西藏人他們學藏語的方式就是不斷的讀 讀完很熟之後你就可以唸經了 雖然意思一點都不懂 文法就更不用講了 但是呢讀是完全沒有問題可以讀出來的 沒有一個字讀出來的 當然意思跟內容還有文法等等 就相對還是很複雜的 那麼這個時候呢松戰幹部 他們統一了這個文字之後 他自己也親自下去學習這種文字 而且呢就從皇室到百姓開始推廣 又這種藏文 那麼所以從那個時候才開始呢 西藏有統一的文字 有了統一的文字之後呢 就開始翻譯了大量的佛經 從那個時候佛教在西藏 才真正的開始弘揚開來 所以包括前面所說到的 第27代的國王陀陀日那個時候 從印度僧人所帶過來的佛經呢 也通通在松戰幹部的這個時期 開行進行的翻譯 之後藏族的很多的他們的世界觀 人生觀價值觀 他們的如果去過西藏的你會發現 方方面面都受到佛教非常深遠的影響 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各個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啟發 因為那個時候呢 這個皇室是大力的扶持佛教的 之後呢當然這個松戰幹部也從 遵從佛教的尼泊爾還有唐朝 迎娶了這個尺尊公主跟文臣公主 而且並建立了這個大招式跟小招式 為了供奉兩位公主所帶過來的這個 釋迦摩尼佛的等身相 那麼同時呢又從文臣公主這邊也吸收了很多 比較包括我們中國的這些醫學啊 建築啊文學的一些東西 這個時候帶路過去的還有歷算的 所以一些唐朝的這些點擊 然後尼泊爾這邊的一些點擊等等 所以呢這個時候是整個西藏王朝來看的話呢 松戰幹部在藏傳佛教歷史上面是非常有貢獻的人物之一 那麼之後第三位對藏傳佛教比較有貢獻的人物是誰呢 就是赤松德戰王 他在位的時候把佛教推到了高峰 是由他 他當時從印度引起了一位叫康布菩提薩多的大康布 據說這個康布是一個非常非常長壽的人 一種說法啦 據說有活到九百多歲 當然從現在的人的角度來說 可能會有點不太相信 能不能接受就不知道了 但不管怎麼樣呢 他在當時的印度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僧人 非常有名的一個修行人 那麼因為他們的修行他們的正量 所以呢 他的這種身體啊 壽命啊 是不能用我們凡夫的這種眼光跟想法去衡量看待的 當他準備在西藏弘揚佛法的時候 那個時候實際上 在各個方面的條件很有限 主力跟障礙也非常的大 所以這位康布菩提薩多也稱之為 也有的翻譯成禁命大師 那個時候他雖然是那蘭陀士的一個學者 然後呢 他最早到了西藏之後 在經過這個西藏的貴族 有七個人想要請求出家受戒 然後呢 所以那個時候 康布菩提薩多他就是給予他們受戒 然後成立的僧團 這個在歷史上稱之為七爵士 或者叫玉士七人 就是說這七個是西藏的戒律 出家人戒律的一個開頭 開始也是說試點看看西藏人 那個時候覺得西藏人是一個很蠻夷 很不開化的地方 看看是不是可以把這種佛法 延續下來的一個實驗吧 試驗 當然從那個時候開始 西藏後來就有了這個僧侶的制度 有僧團等等 那麼實際上這個菩提薩多 他是一個學者 是納蘭陀士的一個非常著名的一個學者 那麼他到西藏的時候 曾經很兇有成竹的 跟這個國王赤松德戰說 以我的智慧來講的話 假設佛教內部 或者說其他外道 有誰想要較量 在這個經論方面 口哲方面 他一定可以戰勝對手 可以讓他跨依佛門 可是呢 如果說在神通法力方面 要較量的話呢 他就沒有辦法 無能為力了 所以他建議 這個赤松德戰王 要去引擎 整個南瞻部州 那個時候 最有法力的 就是點花生大士 就是只有他 才能夠降服這些 不管是神通啊 法律啊 法力啊 這個方面 能夠降服人跟非人 等等一切 所以在他的建議之下 藏王赤松德戰呢 就從印度 引起了另外生大事 從連師進入西藏以後 不管是在人為方面的因素 還是一些非人的干擾 基本上就沒有了 那麼之後 這個西藏的佛法 在推廣上面 在紅洋方面 就開始變得比較順 忍呔